《天師》 現在天師傳來傳去說是 其實齊博就是當家 溝通天地鬼神的天師 整個黃帝內經都是他 皇帝向他請教問題 他回答 您說所謂的聽說,這都是聽說啊, 皇帝聽齊博說,這就學問就那麼下來了, 所以我們要經常聽您說說。 因為這個從古至今中國文化是真傳一句話, 看書一下,這麼多書看吧,沒用。 老師一說,一點播,節省十年到二十年的時間, 甚至節省一輩子的時間,老師要不告訴呢? 一輩子也沒門,我是深深體會到, 我被老師引進中醫門以後, 我一看我的同學還在門外面逛遊,而且越走越遠。 碰到老師了,你算你幸運,節省了你的時間, 碰不到老師,你就瞎轉,鬼打牆呀,就在那轉末。 下年碰到你,趕緊把這小門一打開,進來吧。 真的,真的。像我這,今年我四十七歲,四十五歲, 這就是我才敢說我剛進了中醫的門兒一點兒, 大多數人就被現在這種亂七八糟的教育, 根本我缺,別看他們是這頭銜那頭銜的,沒入門兒。 做中醫,第一不相信氣,第二不相信經驟,第三不相信神。 不相信神,你學什麼中醫啊? 那大家都是行屍走肉的,那治什麼病? 你再跟他講神,你還得挑人,挑不對人,你說神。 他說,你搞封建密信。 有一個國務院,有一個,他姓周,都把他叫周族人的, 但我不知道人家是哪一個部的主人。 在北京白雲館,我出了氣嘛。 他就問我,他說,張道長,你說有神,沒神。 咱剛去不知道人家是做啥的。 我說,你問這個什麼意思嗎? 他說,我就問你,你說有神,沒神。 我還沒開口的,北京白雲館的一個職客。 他說,老道長,他說,這是我們一個主人, 國務院的一個主人,在我們這兒白雲館裡都住著的, 跟我們這兒很好,常在給我們一點兒談。 他說,你隨便說嘛。 我就問他,我說,你問這個意思, 你叫我怎麼說? 他說,你想怎麼說怎麼說呀? 我說,我是第一次結婚以後這麼多年來。 你要說,我有神,沒神, 我第一句話說,有神。 那麼第二句話說,我是絕對有神。 那麼第三句話說,絕對不以肯定的有神。 他說,你說這三個有神是什麼意思呢? 我說,第一個,我是個出家人。 我出家修道,我就是想修神仙。 我要說,沒有神,那我何必要出家? 這是我本身的說法。 第二個,我說,我們這是在白雲館, 宗教活動常說。 我就可以說,有神。 因為這個廟院是神的地方, 是我們宗教活動的地方。 但你明天想我在大會堂的開會, 那我就不是這樣說了。 我就不說了。 他說,那第三個有神,你怎麼說的? 我說,第三個有神, 九朱吉,是元朝什麼朝地的人。 有這個人,他是包著元朝地,成立了國小, 奉為護國軍事,成為神仙。 白雲館是九朱吉,跟和尚大都做過來了。 所以就引文證嘛,我說,三個有神。 他說,哎呀,你還說你沒文化。 現在大城市人得病,施神的多。 施神的心病多。 所以道家的這個修身養性這套, 是應該是作為防病治病來講。 黃帝年經講是上公要治胃病。 你別等他病的死去活來,你在治他。 提前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或者說不該做什麼, 然後再告訴他們,該做什麼,怎麼做。 這就是大一。 讓他不得病不是最好的。 所以您這套神仙之學,修身養性的話, 對這些人,包括我們這些搞一的人, 那是最有價值的。 有的人活得很長,但是活得很痛苦。 上午一把藥,中午一把藥,晚上一把藥。 那叫活著,那是魔鬼附體。 現在他們一把藥, 往那一走鹹百藥,能一大包包的那時候。 對呀。 那方是藥,都有毒。 創原料肥中毒不行。 現在那個火化廠的工人, 就燒人那些工人,都知道這人, 燒完這人,知道這人得過什麼病。 那個抗生素用多了,燒出那骨頭是發綠的。 一看這骨頭,有綠的。 肯定住院很長時間,用了不少藥。 那毒都進骨髓了。 正常人,燒不出蛇蠣,燒出來是灰白的。 還有現在這停濕房的人,看吧。 現在人們吃這東西,防腐劑太多。 化學的東西太多。 那個肉啊,不壞。 放了多少天,不太壞。 現在人們中毒,中的太厲害了。 離這個自然越來越遠。 離這個傳統越來越遠。 所以您得教教我們這些人, 這個不得病,把自己修好。 醫生自己健康了,才能給別人去挑。 醫生自己一身病,給人看什麼病。 現在為什麼越來病越多? 過去有一句話說, 腳上9月9,大夫搞炒熟。 一到9月9以後,根本沒有病了。 萬無鬼創,病也應創了。 到明年整月春一搭, 根據這個病也就慢慢發生。 對,慢慢發生。 一過9月9,醫生就抄著手。 但是現在人,您發現到冬天, 他也不避藏了。 吃的,辛辣的,肥肝厚味的, 喝上酒,晚上不睡覺。 一到咱們現在, 古代是日出而坐,日入而席, 現在點燈遨游,外頭跳舞,喝酒, 他沒有避藏,他冬天不避藏,照樣發。 所以現在,冬天反而成了一個發病的最高的季節。 反正醫生來講,現在醫院等著日日, 人馬沒患。 而且,得一個病吧, 就跟古代的鐵匠補鍋一樣。 你鍋裂這麼長個份兒, 他趁你不注意,巴巴一敲, 敲這麼長份兒, 為了多收幾個釘子錢。 所以現在得一個小病到醫院, 然後小病看成大病,中病, 中病看成大病,大病看成一輩子病。 高血壓吧,一輩子得吃家養藥。 糖尿病吧,一輩子得吃這個藥。 這都是醫生害的, 醫生把病給越治越多。 你說這社會是不是壞了, 出問題了。 你說像您這樣, 修身養性,一輩子不去醫院。 醫生,吃什麼飯? 哈哈哈哈哈哈。 像您這樣,醫生都在急死。 我自小,想學的是拯救。 拯救最後呢,感覺裡頭有很大的問題。 最後呢,出了家以後, 我幾個師父啊,師兄啊, 人家都是中醫。 就跟他們慢慢地又重新開始了, 修了兩天。 最後呢,到廖維呢, 他要解放,三年以前吧, 去武當山碰見一個老大使, 年齡大力亨。 他就把這個中國古老的一生, 最早就是按摩。 過去沒有藥,沒鎮。 開始都是按摩的手術。 對。 我在北京的時候開會, 就有五六個出家人在一塊兒練。 他們練的都是八段經。 只有他兩個人練的一隻。 其餘的那四個人練的四樣。 他們六個人, 練我就是七個人。 他說, 你這兩個人, 我也不知道什麼啊, 反正我師父說的叫八部金剛。 哦,八部金剛。 這麼我才知道八部金剛, 是為什麼要說成金剛。 我們出家人有一個金剛不壞之體。 嗯。 我們就是練的那一個人的東西。 他才有八部金剛。 但你們, 說的你的八部金剛和他的八段經, 這個畫刺, 說的是一隻。 嗯。 譬如他們第一個是兩手拖槍, 立三角。 對。 但我們是兩手插釘。 嗯。 兩手插釘立三角。 哦。 他那個, 兩手伴著五神藥。 我們是手足前後交叉, 互相的論。 那叫五神藥。 哦。 他先踢到腎臟。 嗯。 一上, 然後兩根手慢慢往下順。 那是五行的一個氣, 上下把這個腎臟調整好。 嗯。 你看他們那個調理皮膚。 嗯。 是膽疾。 嗯。 但他們都是一個手, 這麼一舉, 下來這麼一舉。 哦。 但我們這個原動, 道理法則沒有膽疹, 它都是相對。 嗯。 有開就有喝。 嗯。 有鹽就有漾。 它一個上為漾, 一個下為漾。 等到喝的時候, 開的時候是開了開。 喝的時候重新喝了。 喝酒。